现在已经开店有半个月了 深圳居然出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 真的是让人百事不得其解了 深圳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工好几天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就要出来找工作了 刚刚我来到深圳的公民的田疗工业区 发现是非常反常的现象 工厂已经开工好几天了 但是却没看到什么人找工作 你说奇不奇怪 这还是以前的深圳作为打工天堂 居然没有看到什么人找工作 打工人到底都去哪里了 难道都不愿出来打螺丝了 通常元宵节之前很多好点的工厂都会招满 过了元宵节了 招工的就会慢慢的减少了 那个时候找工作可能就会越来越难了 实在是让人百事不得其解 以前每到凯年都会看到很多人找工作 但是今年却是非常的反常 感觉打工人是越来越少了 你们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来深圳的打工人会慢慢的减少呢 据我多年的观察和分析 离不开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呢就是现在虽然很多厂都已经开工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打工人都还没有出来 他们可能会等到过完元宵节才出来 一般来说过完元宵年才算真正的过完了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过完元宵节才出来 所以现在没看到什么人找工作也是很正常的 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回去过完年了可能就不会来了 他们也许会留在家里乌龙 也许会在家里搞搞副业了 边乌龙还可以边照看家里一家老小一军亮德 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了其他的工作门路 立谋高就了吧 像以前的话内地工业发展还不够完善 大多数人呢会选择来珠山脚一带找工作 但是啊近些年来内地工业慢慢发展起来了 来深圳找工作也不再是打工人们唯一的选择了 许多人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这第四啊就是深圳这边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 对于普通的打工人来说收入并不高 每个月的工资出去开支就所剩无几了 一年到头啊瞎忙活也存不到几个钱 既然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大老远来到这边找工作呢 有句话呢说得好深圳赚钱呢 深圳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这句话呢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知道作为屏幕前的你们开年有什么打算呢 你们是更愿意来深圳找工作 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阿许 我现在呢在深圳的公民 今天呢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三月份就要僵制了 年呢已经彻底的过完了 该上班的都已经上班了 该上学的也已经上学了 大家都已经回归了往日的平静 开始了新的一年 我也一样啊 这几天都在忙着东奔西跑的找工作 经别人介绍啊 说这个地方今天有免费的公益性的招聘会 刚刚啊来到这边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找工作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想象啊 本来我会以为免费的招聘会会有很多的人 所以今天呢我也来得很早 因为在这个狼多肉少的情况下呢 咱们只有跑了比别人快才有可能抢到肉吃 但是没想到啊 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在现场逛了一圈呢 岗位确实挂了很多 但是现场找工作的人呢并不多 开始我以为是时间还早 可是等到十点钟呢 现场惯了人还是很少 我就开始纳闷了 这个地方也不算偏僻 而且还是免费的 怎么找工作的人这么少呢 再说了 元宵节已经过完了 年夜彻底的过完了 按理说找工作的大队屋应该都出来了 可是啊 这都马上三月份了 还是没有看到多少人出来找工作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光明的田鸟工业区了 这真的不像是以前的深圳啊 工业区完全看不到多少人找工作 记得十年前了 我第一次来到深圳的时候 那人才市场招聘会可是收费的 要门票的 但是找工作的人呢 那是挤得水泄不通了 那场面真的是有点吓人 工业区找工作的也是多的不得了 可是看看现在 免费的招聘会都没有人看了 哪怕是那些知名工厂招工 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了 奇怪了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了 是现在的人找工作太挑剔了吗 还是深圳的打工人越来越少了呢 这还是那个曾经的打工天堂吗 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实在是让人百事不得其解啊 不知道你们当地也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 节日啊 中间过去 生活了 始终要回归平静 或许平淡的打工生活才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 过完年了 时间就不属于我们了 又得开始找工作了 可能此时此刻了还有很多人正在迷茫和纠结当中 到底开年去哪里找工作了 如果你打算来深圳找工作 那么我劝你还是先考虑清楚 先看完本期视频 你再做决定吧 为什么呢 我会这么说呢 大家借着往下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 是深圳的公民工业区 我也是来这边找工作的 但是啊 发现这里工厂都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工业区厂房也正在等待拆迁 很多厂房啊都写着拆字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几年前呢 我还来这里面试过的 以前这里啊 很多的工厂 而且也很热闹 但是现在过来一看看啊 厂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看看这里很多门面啊 都是全部关门等待拆迁的 门上面全部写着拆字 如今呢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非常的萧条啊 真的是有点百事不得其解啊 那么多工厂到底都搬到哪里去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我对面这里以前是喜高电子厂 现在居然也搬走了 两年前我还来这里排队面试过的 相信这个厂啊 也是很多人的亲称回忆吧 现在啊居然也搬走了 其实说实话 看到这么多工厂搬走 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啊 我相信这些工厂搬走 肯定有它的原因 不会无缘无故的搬走 至于什么原因搬走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知道 你可能会说工厂搬走啊 跟我们有什么好担忧的 说这话呢 一看就是没有经过工厂的 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没有什么门路的 没有什么技术 没学历的 只能靠近工厂打螺丝的维持生活 一旦工厂都搬完了 我们喝西北风啊 我们这些普通的打工人 该何去何从啊 想到这些啊 真的是浪漫有点担忧啊 以前啊 深圳是打工天堂 但是现在的深圳啊 再也不是以前的深圳了 工厂啊 是越来越少 所以那些打算来深圳找工作的朋友啊 劝你们三思啊 后行 如果你们有技术 有能力 可以来深圳闯一闯 深圳逐步向高科技发展 缺的就是那些有能力的人才 所以啊 你们来到这里 也不怕找不到用武之地 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 相信你能在这里站稳脚跟的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打工人的话 那么我还是建议最好别来了 现在很多工厂都在慢慢的外迁 就业机会也大不如前了 就怕你来了也不一定找得到满意的工作 当然也不是说来了找不到厂 如果您不挑时 随时都能找到工作 但是想找到好的工作 可能会比较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现在是在深圳的工业区 年了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完了 相信了很多工厂啊 都已经开工了 打工人们呢 也都已经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很多人呢 都在感叹 越来越没有年位了 其实并不是没有年位啊 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呢 早就已经过了享受年位的年纪 但是啊 不管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生活了还得继续 过完年了 时间就不属于我们了 我们又得要找工作发愁了 又得为了生计而奔波了 那打工人呢 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不是亲眼所见了 真的是万万不敢相信了 深圳呢 居然出现这种怪象 我们每个打工人呢 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很多人呢 都在感叹 现在的深圳呢 再也不是以前的深圳了 这下完了打工人呢 这下可能真的要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阿雄 我现在在深圳的公民 你们应该都知道啊 深圳呢 是全国有名的制造制度 制造业呢 那是相当的发达 关外啊 到处都是工厂 早在八九十年代啊 深圳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啊 和政策吸引到了大量的老板啊 来这里办工厂 经过这么多年呢 快速发展呢 现在的深圳呢 工厂真的是多如牛蒙啊 多到数不过来呀 特别是在宝安区 龙岗区 光明星区这一带 也就是工厂最集中的地方 但是啊 最近这些年呢 反常现象 确实一发不可收拾 大量大量的工厂啊 开始往外搬迁 搬离深圳 有些搬到越南 有些搬到柬埔寨 还有的搬到一些其他的三线城市 很多大工人呢 也开始感到担忧了 照这么下去啊 若干年以后啊 一旦工厂都搬完了 我们这些大工人呢 该何去何从 有些人呢 可能会说离开了深圳 难道就找不到饭吃了吗 但是我想说 那些已经在这里买房定居的 或者说是户口已经搬到这里 或者是小孩在这边读书的 一家老小都在这里常住的 对于这一类打工人来说 以后该怎么办呢 真的不免让人感到担忧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光明区的西天工业区 这边呢 以前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啊 但是啊 这两年呢 大片大片的搬迁了 很多工厂都已经搬走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眼前这些工厂 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墙上还切着拆字 接下来就是等待拆迁了 看看这一片工业区啊 已经全部搬完了 看到此番景象啊 不知道你们做何感想 现在的深圳呢 再也不是以前的深圳呢 曾经的打工天堂啊 再也不是以前的打工天堂了 不光是这里啊 光明长正东坑很多厂啊 都搬走了 说到这里啊 一定会有人会问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至于这些工厂 为什么会搬走 这其中原因呢 应该多半离不开 这这几方面 第一啊 租金太高 第二呢 就是人工成本太高 第三呢 就是应该深圳的产业 面临转型 在过去啊 主要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 这以后可能要慢慢往 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我相信啊 大部分工厂搬走的原因 都离不开这三大原因 说到这里啊 一定会有人开始担忧了 照这么下去 以后我们这些打工人 该何去何从啊 说实话 天要下雨 娘要家人 我们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啊 我相信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面对这些无法避免的事实啊 我建议每个打工人 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来应对未来要发生的事 未来的深圳 可能不会再以制造业为主 或许有了更考科技的产业 深圳啊 要发展 我们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啊 就是提升自我 以适应未来的市场 不做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打工人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因此啊 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新的知识和技能 不断的给自己充电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无论是专业技能 还是跨领域的通用技能 都是我们在求职市场上 脱颖而出的关键 第二呢 就是灵活就业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技术的打工人来说呢 除了传统的工厂打螺丝之外 现在的就业市场 也提供了更多灵活的就业形式 比如说兼职 远程工作 自由职业等等 一些多元化的工作形式啊 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也可以让求职者有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和提升自己 好了 对于此事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